记者冯亦宁综合报道,日本女星申田公子一直把天然萌的林磊瑶当作死对头,没想到两个人最近竟然都演了人妻角色,让这番战火更加白热化。 申田公子翻射自申田公子IG 林磊瑶正单刚演出NTV电视台新剧《太太》,请小心轻放收视跟口碑都不错。 在昨晚播出的第六集中,林磊瑶更是在小镇上发生的杀人事件大显身手收视率达十二。 百分之九,林磊瑶又在新剧当中扮演正义人妻非常活跃,本能似大饭店剧照。 由于申田公子跟林磊瑶属同一事物经济所,因此两人争作一姐的心结早已盛传。 当林磊瑶演出《太太》,请小心轻放半正义人妻获得好评之后,申田公子当然不能输。 所以她宣布将在明年一月演出富士电视台新剧并担任主角。 这次她合作的对象是曾经在大和剧《平清盛就跟申田公子扮演过夫妇的松山炎一》。 这不但是两人二度合体,申田公子也将挑战演出一个为了想怀孕而积极造人的太太。